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堂,我是莫妮卡 这个单元我们来讲德语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语法点 现在完成时 说它重要是因为在我们的表达当中呢 现在完成时这个语法呢,用得十分的广泛 但是与此同时,现在完成时的句型 特别是动词要变成第二分词 这个变化形式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呢 可能会有一些别扭,但是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在大的理解层面,我们德语中的现在完成时呢 有很多是可以完全对应到我们的英语中的 此外呢,我们会用一整个单元来给大家慢慢的讲解 让大家慢慢的适应 好,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 先来看一下德语中现在完成时的构成 我们回一下英语 注动词,have或者是必动词 加上动词的过去分词形式 这是英语中现在完成时的构成 德语中是完全一样的 perfect 现在完成时 hab或者是必动词 这是注动词 加上part tip 2 第二分词 也就是英语所说的过去分词 完全一样 好,光这么说呢 大家可能还是觉得有些抽象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句子 我已经吃过午饭了 zummitag habe ich schon gegessen haben是注动词 gegessen是essen的第二分词形式 注动词加上第二分词形式 构成了德语中的现在完成时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句型 同样,一前一后 构成了我们德语中的框架结构 那哪个在前呢? 注动词 注动词和形态动词一样 在句子中占据变位动词的位置 陈述句变位动词占第二位 haben 这是ich做主语变成haben 那另外一个动词essin 放在句末 并且呢要变成它的第二分词形式 gegessen 这就是现在完成时的句型 那这个框架结构呢 大家不难理解 并且呢我们之前也有所接触 我们这节课重点要记的呢 是这个动词变成第二分词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究竟是怎样变化的 先来看一下这四个动词 它们变成第二分词之后的形式 leben变成gelebt machen变成gemacht rechnen变成gerechnet arbeiten变成gearbeitet 我们来找一下 它们有什么共同的规律 我们先把这四个动词的词干给它提出来 这是这四个动词的体干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当它们变成第二分词的时候 都是在词干前加上了gea 此外呢去掉了词尾 有的呢在后面加上te 有的呢在后面加上ate gea加上动词词干 后面加上at或者是t 这就是我们德语中动词变成第二分词的形式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究竟什么时候我们在词尾加上t 什么时候加上at呢 一般的情况我们在词尾加上t 但是词干以t、j、chn、ffn等这些词尾结尾的动词我们要加上at 那为什么是以这些词尾结尾的动词要加at呢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这有三个动词我们不加at而加上t会出现什么情况 这就是在词尾加上t之后的结果 我们看到根本就没有办法拼读 那为了读音上的需要呢 我们在词尾加上at geaarbeitet gerechnet 好现在大家呢集中一下我们的注意力 我们来看一下 当现在完成时碰见我们的可分动词的时候 又会怎么样呢 我们举一个例子 fellse 这是我们之前所学过的可分动词 我们先一步一步的来 我今天看了电视 heutersegerichfer 一前一后构成我们句子的框架结构 这个呢我们之前学过 这里呢就不多讲了 现在变成现在完成时 今天我已经看电视了 我们说heuterhaberichferenzien 我们看到大的句型结构呢 和我们刚才所讲的呢是一样的 haben主动词位于第二位 那我们的可分动词呢变成第二分词形式放在句末 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这个可分动词变成第二分词的变法 对后面部分进行变化 feenzien变成第二分词 feenzien 那zien呢是一个特殊情况 它的变化呢不符合我们刚才呢所讲的基本的规则 那对于这样一部分特殊的变化呢 我们在接下来的一课中会给大家讲到 总之呢我们变化的时候 前面一部分不变 变化的是后面的部分 此外大家还要注意的是连写 我们看一下 feenzien变成feenzien 连在一块这是一个单词 好再举一个例子 mitmachen machen 这下符合我们刚才所讲的规则了 变成gemacht mitgemacht 这就是我们可分动词遇到现在完成时的结果 好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 今天这节课中所学到的现在完成时 首先 现在完成时在德语中运用的时候 句子中运用的时候 我们仍然保持特有的框架结构 注动词和我们的原有的这个动词 一前一后构成框架结构 注动词呢占据变为动词的位置 剩下这个动词呢变成它的第二分词形式 放在句末 那第二分词呢变化的形式呢是词干 前面加上ge 后面加上te或者是at 接下来就是可分动词了 可分动词要注意的就是它的变成第二分词的形式 只变后面一部分 并且呢要连写 下面最后我们来练习一下 cochen 变成它的第二分词形式 gecocht zeichnen 变成第二分词形式 gezeichnat chn结尾 现在是两个可分动词 abholen abgeholt zu machen zugemacht 好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这节课的所有内容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